很多长痘的人都有用过BPO的药膏或者是洗剂 最近美国一家独立检测机构发现 市面上的BPO产品可能存在一个本超标的问题 并且有可能泄露到空气里被人体吸入 要知道本是致癌物 任何剂量的接触都被认为是存在风险 他们检测了99款 其中94款就含本 在高温环境下存储一段时间也会形成新的本 一般来说药包装都会写它的储存温度 但是运输过程中车里的温度 还有咱们储存的手浴室里的温度都是容易偏高的 所以从理论上来讲 BPO产品即便在出厂时是合理的 但却是无法保证后续的安全 目前这个机构已经给FDA提交了申请要求调查和召回BPO产品 但也有不少公司或机构 比如说FDA本人就对该机构的测试方法提出了质疑 而且目前也确实没有研究发现 使用BPO产品会增加白血病的发病率 所以它何去何从暂时没有定论 需要更多的研究和证据 作为消费者我自己一向是比较保守的 在FDA没有得出结论之前就打算先停用 主要也是因为目前的这个驱逗需求没有那么迫切 而且我手里有很多的其他替代成分 比如说水氧酸 这些产品目前被认为是安全的 没有检测到本 这瓶一直放到浴室里面 也是一个高危环境 所以打算先把它扔掉 以上就是我个人的一点想法 进供大家参考 好 好 好